你好 歡迎搭乘夢幻客機 今天請 空服員親切打招呼 國內第一架夢幻客機 內裝大公開 破音787的新機 它的商務艙設計與望 客機非常的不一樣 尤其是這一次還特別邀請到了 BNW集團旗下的設計團隊 來打造這個客具化的座椅 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當它平躺的時候 這個座椅最大的伸展長度 可以達到193公分 隔板方便收納 前方還有18寸高解析度的觸控式螢幕 機槍設備講究科技現代化 787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窗戶其實是比較大面積的 而且還有更特別的是 也就是它的遮陽功能 是可用電子式操作的 不到一分鐘窗戶全案 全新破音787令人驚艷 長榮航空規劃引進24架 二號第一架正式交機 業者預計先飛香港航線 之後再安排飛大阪 歐洲 大陸 澳洲等航點 規劃這樣的話 就是為了公司將來擴展的需要 可以再加強 在民航業在國內的一個發展這樣 10月是國際航空新機拼佔月 長榮破音787交機 華航十月底也迎接空8A350-900 最後一架彩毀機 空8A350-900特性是機外噪音降低20% 客艙噪音只有57分貝 還有最新空氣動力設計 與破音787都強調省油 隨著國際油價高漲 引進新機節省油耗量 也成為航空業者增加獲利的方法 既然盧翼紅 網路越方 美國報導